二军在寒冬中持续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乌克兰首都基辅14号凌晨遭到13架无人机袭击 幸好全被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挡下 不过无人机的残骸还是造成了部分民宅跟政府大楼受损 而二军在同一天也用火箭轰炸赫尔松行政大楼 索性都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黑夜里空袭警报大作 二军14号凌晨派出13架伊朗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 不少居民从睡梦中惊醒 无人机残骸落在民宅屋顶引发大火 还有两栋政府的行政大楼受损 不过乌克兰官方表示 没有击中能源设施 也没有人员伤亡 无人机上的文字暗示 这是为了报复俄罗斯空军基地 越出遇袭的行动 所信乌克兰防空系统发威 据称所有无人机都被击落 乌军收复的南部大臣赫尔松 也在同一天早上遭到俄军多管火箭攻击 行政大楼的屋顶炸出一个大洞 瓦力玻璃碎满地 但并未传出人员伤亡 克里姆林宫宣称 乌方并未提议在接下来的夜弹假期跟新年停火 美国最快本周宣布 将援助乌克兰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 强化乌军的防空能力 克里姆林宫则泛化 爱国者飞弹肯定会成为俄军的打击目标 爱国者飞弹是美国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 会对战局产生什么影响 有待观察 您又任编译